勒未記 第一章 上主叫了梅塞來,由會莫中憤使他說:「你告訴以色列子民,說,你們中若有人願意由家促中給上主奉獻祭品,應以牛羊作你們的祭品。 若有人獻牛作全凡祭,應獻一頭無瑕的公牛,獻到會莫門口,為在上主面前蒙獸越納。 先按手在全凡祭生的頭上,使祭生蒙獸越納,待自己贖罪。 以後在上主面前載了那牛,雅郎的兒子師祭們,應奉獻生血,將血灑在會莫門口的祭壇的四周。 奉獻者,剝去祭生的皮,將氣生切成塊。 雅郎的兒子師祭們,先將火放在祭壇上,火上擺上木柴。 然後,雅郎的兒子師祭們,將成塊的肉、頭和脂肪,擺在祭壇火上的木柴上,奉獻者,應用水將內臟和小腿洗淨。 師祭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作為全凡祭,作為眾越上主的興鄉火祭。 若有人獻羊,作為全凡祭,不論是綿羊或是山羊,該獻一頭無瑕的公羊,應在上主面前祭壇的北邊,將它宰了。 雅郎的兒子師祭們,應將血灑在祭壇的四周。 然後,奉獻者應將祭生切成塊。 師祭將成塊的肉、頭和脂肪,擺在祭壇火上的木柴上。 那人應用水將內臟和小腿洗淨。 師祭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作為全凡祭,作為眾越上主的興鄉火祭。 若有人給上主獻飛琴作全凡祭,該獻斑鉤或初甲作祭品。 師祭應將它帶到祭壇前,扭斷它的頭,放在祭壇上焚燒。 先把祭壇的血靠在祭壇的旁邊,滋盡。 然後,那人將掃囊和羽毛拔去,雕在祭壇東邊,倒灰的地方。 然後,師祭將犧牲由兩翼的中間撕開。 但不可分離,放在祭壇火上的木柴上焚燒,作為全凡祭,作為眾越上主的興鄉火祭。 第二章 若有人願意給上主奉獻授為授品,他的授品應用細麵,倒上油,放上魚香, 拿來交給雅郎的兒子師祭門。 師祭取出一把細麵和一些油,和所有的魚香放在祭壇上焚燒,作為眾越上主的興鄉火祭,為獲得紀念。 聖下的授祭祭品應歸雅郎和他的兒子們,因為是獻於上主火祭中的至聖之物。 如果,你願奉獻盧烤的授品作素製,應以油條的細麵造成的無酵餅,或沒油的無酵薄餅。 若你的授品是用烤盆造的素製,該用油條的無酵細麵作成。 抹成塊,倒上油,這是素製。若你的授品是用鑊煎的素製,該用細麵和油製成。 當你把這樣做的素製製品獻給上主時,應交給師製,帶到祭壇前。 師製由素製製品中取出一份,放在祭壇上焚燒,作為眾越上主的興鄉火祭,為獲得紀念。 聖下的素製製品,應歸雅郎和祂的兒子們,因為是獻於上主火祭中的自成之物。 你們獻給上主的素製,都應是無酵造的。因為凡是有酵有物的,都不應焚燒作為獻給上主的火祭。 但可當作初屬製品獻給上主,只是不可獻在祭壇上,當作愈以輕鄉的製品。 此外,凡你獻的素製製品,都應加上鹽。 總不可讓你的素製,缺少與你的天主結弱的鹽。在你的一切製品上,都應加上鹽奉獻。 若你獻給上主奉獻初屬之物,作素製,應奉獻火培的新墨碎,或去學的新穀粒,當作你初屬之物的素製。 再倒上油,放上魚香,這是素製。 師製取出一些墨粒和油,並所有的魚香來焚燒,作為獻給上主的火祭,為獲得紀念。 第三章 若有人奉獻和平祭,如所獻的士牛,應在上主面前獻一頭無瑕的公牛或母牛。 師岸首在犧牲頭上,後在匯幕門口宰了。 雅狼的兒子師祭門,將血灑在祭壇四周。 由和平祭犧牲中,應取出獻於上主作火祭的事。 借蓋內臟的脂肪,和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 左右兩腎和兩腎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兩腎一起取出的乾孽。 雅狼的兒子們,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的柴火上, 同全凡祭犧牲一起焚燒,作為種絕上主的興香火祭。 若有人給上主奉獻一隻羊作和平祭犧牲,應奉獻一隻無瑕的公羊或母羊。 若奉獻一隻綿羊作犧牲,應將他牽到上主面前,先按手再犧牲頭上,後再會莫前宰了。 雅狼的兒子,將血灑在祭壇四周。 那人由和平祭犧牲中,應取出脂肪作獻於上主的火祭, 即靠脊骨割下的整個肥尾, 借蓋內臟的脂肪,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 左右兩腎和兩腎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兩腎一起取出的乾孽。 施祭,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有如食物,作為獻於上主的火祭。 若奉獻的祭品是一隻山羊,應將它牽到上主前, 先按手再犧牲頭上,後再會莫前宰了。 雅狼的兒子們,將血灑在祭壇四周。 那人,由這犧牲中,應取出獻於上主作火祭的事, 遮蓋內臟的脂肪,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 左右兩腎和兩腎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兩腎一起取出的乾孽。 施祭,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有如食物,作為獻於上主。 一切脂肪,應歸於上主。凡是脂肪和血,你們都不可食。 此為你們世世代代,在你們任何所居之地,使一條永久的法令。 第四章 上主分是梅塞說:「你告訴以色列子民,說:「若有人不慎,誤犯了上主的禁令,做了一件不許做的事。 如果是一位受苦的施制,犯了罪,連累了人民,他為這罪應獻給上主一頭無瑕的公牛毒,作屬罪制。 將牛牽到會幕門口,到上主前,先按手在牛頭上,在上主前宰了,然後受苦的施制取悉牛血。 大盡會幕,將手指浸在生血裡,在上主面前,向聖所像萬灑血七次。 再將一些生血,逃在會幕內上主面前的香檀四角上,其餘的牛血都應倒在會幕門口全凡祭壇腳旁。 以後,取出作屬罪制的公牛毒所有的脂肪,即遮蓋內臟的脂肪,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左右兩腎和兩腎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兩腎一起取出的乾孽。 傳召從和平祭犀牲的公牛內所取出的一樣。 師祭應將這一切放在全凡祭壇上焚燒。 至於公牛毒的皮,所有的肉,頭、腿、內臟和糞,即整個公牛毒,應運到營外賭壇灰的清潔地方,放在木柴上用火焚燒,即在賭壇灰的地方將它焚燒。 如果是傳以色列匯眾誤犯了過失,而匯眾又沒有發覺做了上主戒命所不許做的事,因而有罪。 當他們一發覺自己所犯的罪,匯眾就應獻一頭公牛毒,作贖罪制,獻到匯莫前。 匯眾的長老,在上主前,按手在公牛頭上,在上主前宰了。 然後,受苦的施制,取舍牛血,大盡匯莫。 將手指浸在生血裡,在上主面前向象萬灑血七次。 再將一些生血,逃在匯莫內上主面前的祭壇四角上。 其餘的血,都應倒在匯莫門口的全凡祭壇腳旁。 至於脂肪,應完全取出,放在祭壇上焚燒。 處置這牛,應如處置屬罪制的公牛毒一樣處置。 施制如此為他們屬了罪,他們方可獲得罪赦。 以後,應將這公牛毒,運到營外焚燒,如焚燒上述的公牛毒一樣。 此事為惠眾的屬罪制。 如果是一位首長犯了罪,不慎做了上主他的天主的戒命所不許做的事,因而有罪。 當他一發覺自己犯了罪,便應奉獻一隻無瑕的公山羊作祭品。 先按手在羊頭上,後在宰殺全凡祭犧牲的地方,在上主前將他宰了。 此事屬罪制。 然後,施制用手指,暫捨屬罪犧牲的血,逃在全凡祭壇四角上。 其餘的血,都倒在全凡祭壇的腳旁。 所有的脂肪,如同和平祭犧牲的脂肪一樣,都應放在祭壇上焚燒。 施制如此為他的罪行了屬罪禮,他方可獲得罪赦。 如果是一個平民不慎犯了罪,作了上主的戒命所不許做的事,因而有罪。 當他一發覺自己犯了罪,便應為自己所犯的罪,奉獻一隻無瑕的無山羊作祭品。 施按手,在贖罪制犧牲的頭上。 後在宰殺全凡祭犧牲的地方,將贖罪制犧牲宰了。 然後,施制用手指,暫捨生血,逃在全凡祭壇四角上。 其餘的血,都應倒在祭壇腳旁。 所有的脂肪,將和平祭犧牲的脂肪一樣,都應取出。 施制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化為眾月上主的興鄉。 施制如此為他屬了罪,他方可獲得罪赦。 如果,是奉獻一隻小綿羊作贖罪制犧牲,應獻一隻無瑕的無羊。 先按手,在贖罪制犧牲的頭上。 後在宰殺全凡祭犧牲的地方,宰了。 作為贖罪。 施制,用手指暫捨贖罪犧牲的血,逃在全凡祭壇四角上。 其餘的血,都應倒在祭壇腳旁。 所有的脂肪,都應取出。 有如由和平祭犧牲的小羊所取出的脂肪一樣。 施制,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與獻給上主的伙子一同焚燒。 施制,如此為他的罪行了贖罪禮,他方可獲得罪赦。 第五章 若有人聽了詛咒的誓言,能為所見所知的是作證,而不肯聲明,就犯了罪。應付罪咎。 或有人誤出了什麼不潔之物,不論是不潔野獸的屍體,或是不潔加速的屍體,或是不潔昆蟲的屍體,而未發覺,以後發覺自己成了不潔的,因而有罪。 或有人誤摸了人的不潔,任何能玷污人的不潔,而未發覺,以後發覺就有了罪。 或有人出現輕易發了誓,或懷惡意,或懷善意。 人無論在什麼事上,輕易發了誓,當時未發覺,以後發覺自己在某件事上有了罪。 那麼,何時他發覺自己在上述某件事上有了罪,就該承認自己所犯的罪。 為賠保所犯的罪,應由羊群中取一隻母羊或綿羊或山羊,獻給上主作贖罪制。 施制應為他的罪行贖罪禮。 如果,他的財力不足備辦一隻羊,為賠保所犯的罪,應獻給上主兩隻斑鉤或兩隻戳甲。 一隻作為贖罪制,一隻作為全凡制,將他們交給施制。 施制應先奉獻那作贖罪制的一隻。 合著脖子,扭斷他的頭,卻不可分離。 然後,取這贖罪制犧牲的血,灑在祭壇壁上,其餘的血都滋在祭壇腳旁。 這是贖罪制。 至於第二隻,照全凡制的儀式,獻作全凡制。 施制,這樣為他所犯的罪行贖罪禮,他方可獲得罪赦。 如果,他的財力,連兩隻斑鉤或兩隻戳甲也不能備辦,為賠保所犯的罪,應獻十分之一握法制面,作贖罪制制品。 上面不可倒油,也不可放乳香,因為是贖罪制,將制品交給施制。 施制就取出一把面,放在祭壇上,與獻給上主的伙制一同焚燒,為使獲得紀念。 這是贖罪制。 施制,這樣為他所犯的罪過行贖罪禮,他方可獲得罪赦。 聖下的,如數制一同,應歸於施制。 上主分善梅塞說 若有人有料過犯,不慎無犯了上主的聖物,為賠保自己的過失,應從羊群中取一隻無瑕的公棉羊,依照你的孤價,按聖所的閉制接合銀子,獻與上主作贖過制。 為賠償他對食物所犯的過失,還應另加五分之一,交給施制。 施制應用屬過制的公棉羊,為他行屬罪禮,他方可獲得罪赦。 若有人犯了罪,不慎做了上主戒命所不許做的事,有了過犯,應付罪債。 他應照你的孤價,從羊群中取一隻無瑕的公棉羊,交給施制作贖過制。 施制,這樣為他不慎而誤犯的過失,替他行贖罪禮,他才可獲得罪赦。 這是贖過制,是他應向上主獻的贖過制。 上主憤善梅失説 若有人犯了罪,不犯了上主,因為在寄託物上或抵押品上或劫略物上欺騙了自己的同胞或剝削了自己的同胞 或對實得的為物,加以否認,或對常人慣犯的罪發了虛誓。 若他犯了這樣的罪,而自知有過,應歸還劫略所得,或剝削所得,或人寄存之物,或實得的為物,或以虛誓所佔奪的任何物件,應全部償還。 此外,還應另加五分之一。 他哪一天認錯,哪一天應歸還蜜主,為陪補自己的過範,應照你的孤價,從羊群裡取出一隻無瑕的公滅羊。 教給師祭獻與上主作屬過祭。 師祭應為他在上主面前行屬聚禮。 不論他犯的是什麼過範,他都可獲得聚謝。 第六章 上主分事梅室說:「你吩咐雅郎和他的兒子們,說,全凡祭的法律如下。 全凡祭應徹夜至早晨留在祭壇的火上,火應在祭壇上常言不息。 師祭應穿上阿麻衣,穿阿麻褲,借蓋身體。 除去祭壇上焚燒全凡祭的灰盡,倒在祭壇旁邊。 然後脫去這些衣服,穿上別的衣服,將灰盡混到營外的清潔地方。 祭壇上的火應常言不息。師祭每天早晨,應添柴。 放上全凡祭祭品,焚燒和平祭犧牲的之方。 祭壇上的火應常言不息。 數祭的法律如下。 雅郎的兒子,應將數祭帶到祭壇前,獻給上主。 然後由數祭祭品,取出一把細麵和一些油,以及所有的魚香。 放在祭壇上焚燒,獻給上主,作月意的興香,為獲得紀念。 聖下的,雅郎和他的兒子們應該食,應食死麵的,並且應在盛處,即在惠莫庭院內食。 烤時不可加烤。 此事我由火祭祭品中,或歸給他們的一份,是智聖之物,有如贖罪或贖過祭祭品。 雅郎的子孫中,凡是男人都可以食。 此事他們在你門中世世代代,由上主的火祭中得享的永久權利。 凡與這些祭品接觸的,即成為聖。 上主分是梅失說,雅郎和他的兒子們在受苦之日,應給上主獻的祭品時,十分之一握法世面,當作日常的數祭。 早上獻一半,晚上獻一半,應在鐵盤上用油調製。 調好後分成塊,將成塊的祭品獻給上主,作為悅意的興香。 計他為修夫為師祭的,都應奉獻此祭品,這是一條永久的法令。 這祭品應全焚燒,獻給上主,凡師祭自獻的數祭祭品,應全焚燒,決不可食。 上主分是梅失說,你告訴雅郎和他的兒子們,說,關於贖罪制的法律如下。 贖罪制犧牲,應在宰殺全凡制犧牲的地方,在上主面前宰殺,這是至聖之物。 奉獻贖罪制犧牲的師祭,應食者犧牲,應在聖處,即在匯莫庭院內食。 凡於這祭肉接觸的,即成為聖。 若血賤在衣服上,賤有血積的衣服,該在聖處洗淨。 用為主祭肉的陶器,應打破。 但若是在銅器內煮,銅器該擦光,用水洗淨。 師祭家中,凡是男人,都可以食。 這是至聖之物。 但是,任何贖罪制犧牲,如果生血帶盡了匯莫,為在聖所內行贖罪禮,缺不可食。 應在火裡燒盡。 第七章 屬過祭的法律如下,這是至聖之祭。 屬過祭犧牲,應在宰殺全凡祭犧牲的地方宰殺。 血,應灑在祭壇的四周。 犧牲所有的一切脂肪,都應獻上,即由尾和借蓋內臟的脂肪。 兩腎和兩腎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與兩腎一起取出的乾孽。 師祭,應將這一切放在祭壇上焚燒。 獻與上主當作火祭。 這是屬過祭。 至於祭獄,師祭家中,凡是男人都可以食。 應在聖處食。 這是自聖之物。 關於屬過祭犧牲,將屬罪祭犧牲有同樣的法律。 應全規舉行屬罪禮的師祭。 代人奉獻全凡祭的師祭,得享獻全凡祭犧牲的皮。 凡在牢女敲的,或在獲女,或在敲款上預備的數祭祭品, 應貴獻此祭的師祭。 一切數祭祭品,無論是條由的,或是乾祭的, 全規雅郎的子孫彼此評分。 獻與上主和平祭的法律如下。 若有人為感恩而獻祭,除感恩祭祭品外,還應獻上油條的無酵餅, 抹油的無酵薄餅,以及用油和好細麵造成的油餅。 除這些餅以外,還應奉獻發酵的餅作祭品,與感恩的和平祭品一同奉獻。 由這些祭品中,每樣應取出一份,獻與上主作獻而。 這一份,應歸那灑和平祭生血的師祭。 為感恩所獻的和平祭的祭肉,應在奉獻的當日食盡,不可留到次日早晨。 如所獻的犧牲是還願祭,或是自願祭,在奉獻的那天,應該食。 如有聖下的,第二天也可食。 如還有聖下的祭肉,到第三天,應用火燒料。 若在第三天還食和平祭祭肉,祭獻必不備越納。 為奉獻的人也不算作祭獻。 因為獄已不結,食的人必負罪債。 祭肉,若接觸了不結之物,不許再食,應用火焚燒。 凡結症的人可食祭肉。 但是掩有不結的人,若食了獻與上主和平祭的祭肉, 此人應由民間剷除。 若有人接觸了任何不結或不結的人,或不結的禽獸,或任何不結之物, 而食了獻與上主和平祭的祭肉。 此人應由民間剷除。 上主憤善梅塞說。 你告訴以色列子文說。 凡是牛、綿羊和山羊的脂肪,你們都不可食。 至死或被野獸撕裂的酒壽的脂肪,可作任何用途,但缺不可食。 不論誰,若食了能獻與上主作火製的犧牲的脂肪, 食的人就應由民間剷除。 在你們任何所居之地,凡是血,不論是鳥血或獸血,缺不可食。 不論誰,若食了何血,這人應由民間剷除。 上主憤善梅塞說。 你告訴以色列子文說。 凡向上主奉獻和平祭祭品的,應由和平祭祭品取出一部分,作為獻與上主的共物。 親手帶來獻與上主的火祭,即帶來脂肪和空袍。 空袍應在上主前行奉獻的謠禮。 師祭,將脂肪放在祭壇上焚燒。 空袍歸於雅郎和他的兒子。 和平祭犧牲的後右腿,你們應送給師祭作獻儀。 雅郎子孫中,誰奉獻了和平祭犧牲的血和脂肪, 右後腿應歸於他,是他的一份。 因爲我由以色列子文所獻的和平祭中, 取出當搖獻的空袍和當舉獻的右後腿, 給了雅郎師祭和他的兒子,作為他們在以色列子文中永享的權利。 此是雅郎和他的兒子,在授命為上主盡師祭職的那一天。 因授苦,由獻於上主的伙祭中應得的一份。 是上主在他們授苦的那一天, 吩咐以色列子文應交給他們的一份。 這是他們世世代代永享的權利。 以上是關於傳凡祭、數祭、贖罪祭、贖過祭、 足聖祭及和平祭的法律。 這些法律是上主在他命令以色列子文於西乃曠野及上主奉獻祭品的那天, 在西乃山上向梅室所吩咐的。 第八章 上主訓善梅室說 李領雅郎和他的兒子一同前來, 戴著祭衣、聖油作屬罪祭的公牛毒, 兩隻公綿羊和一框毛烤餅, 並召集全體會眾到會幕門口。 梅室便依照上主所吩咐的造料, 當會眾集合在會幕門口後, 梅室便對會眾說, 這是上主吩咐應做的事。 梅室便叫雅郎和他的兒子前來, 用水洗了他們, 然後給雅郎穿上長衣, 蓄上大紙, 穿上毛袖長袍, 套上厄佛德, 蓄上厄佛德大紙, 將厄佛德計緊, 再給他安上空牌, 在空牌內放上烏陵和特命。 以後將禮貫帶在他頭上, 在禮貫前面安上金牌, 即聖牌, 傳召上主對梅室所吩咐的。 以後梅室拿了聖油, 扶了匯莫和其中所有的一切, 足聖了這一切, 又將一些油七次灑在祭壇上, 由扶了祭壇和祭壇的一切用具, 盤和盤座, 足聖了這一切, 然後把聖油倒在雅郎頭上, 扶了他, 足聖了他。 此後梅室叫雅郎的兒子前來, 給他們穿上長衣, 束上大紙, 給他們前上頭巾, 傳召上主對梅室所吩咐的。 隨後梅室把作屬罪制的公牛毒牽來, 雅郎和他的兒子 按手在贖罪制的公牛毒頭上, 把牛宰了, 梅室取了血, 用手指抹在祭壇四周的角上, 結證了祭壇, 將聖下的血倒在祭壇腳旁, 這樣就足聖了祭壇, 為祭壇行了結證禮。 此後梅室將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 乾葉, 兩腎和兩腎上的脂肪, 放在祭壇上焚燒, 牛毒的皮、肉和糞, 都在營外用火燒了, 傳召上主對梅室所吩咐的。 此後梅室把作全凡祭的公綿羊牽來, 雅郎和他的兒子按手在羊頭上, 把羊宰了, 梅室把血灑在祭壇四周, 然後把羊切成碎塊, 將頭和碎塊以及板油全焚燒, 內臟和腿用水洗淨。 梅室將整個公綿羊放在祭壇上焚燒, 此是全凡祭,是眾月上主的興香火祭, 傳召上主對梅室所吩咐的。 此後梅室將第二隻公綿羊, 即祭聖祭的公綿羊牽來。 雅郎和他的兒子按手在羊頭上, 把羊宰了。 梅室取血沒在雅郎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和右腳大指上。 梅室又叫雅郎的兒子前來, 把血也沒在他們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和右腳大指上。 聖下的血梅室都灑在祭壇的四周, 隨後取出脂肪、肥美, 貼在內臟上所有的脂肪、肝葉、兩腎和兩腎上的脂肪、 以及右後腿。 右油放在上主面前的無敲餅框內, 取出一塊無敲餅、一塊油餅和一塊薄餅, 放在脂肪和右後腿上。 將這一切放在雅郎和他的兒子們手上。 在上主前行奉獻的姚禮。 然後梅室由他們手中接過來, 放在祭壇的全凡祭品上焚燒。 此是祭聖祭,是重月上主的興香火祭。 以後梅室拿了犧牲的胸袍, 在上主前行了奉獻的姚禮。 此是由祭聖祭的公眠陽中, 梅室應得的一份。 有如上主對梅室所吩咐的。 以後梅室拿了些聖油和祭壇上的血, 灑在雅郎和祂的衣服上。 祂的兒子和祂兒子的衣服上。 這樣就祭聖了雅郎和祂的衣服。 祂的兒子和祂兒子的衣服。 梅室又對雅郎和祂兒子說, 你們應在會幕門口煮祭肉。 也在哪裏食者肉和框內放的祭聖祭的餅。 有如上主曾吩咐我的。 雅郎和祂的兒子應當食。 聖下的肉和餅你們應用火燒了。 七天的功夫你們不可出會幕門口, 直到你們的授職禮滿期的那一天。 因為你們的授職禮是七天。 照今天所做的, 上主還要照樣去做, 好為你們贖聚。 七天七夜, 你們應住在會幕門口, 專守上主的禮規, 以免死亡。 因為上主這樣吩咐了我。 凡上主值梅室所吩咐的時, 雅郎和祂的兒子都照做了。 第九章 到了第八天, 梅室召集雅郎和祂的兒子 以及以色列的長老, 然後對雅郎說, 你獻一頭公牛毒來, 作為贖聚祭, 一隻公面養來, 作為全凡祭, 都應是無瑕的, 獻到上主前。 又吩咐以色列子文說, 你們應獻一隻公山養來, 作為贖聚祭, 一頭公牛毒和一隻一碎的公高養來, 都應是無瑕的, 作為全凡祭, 再獻一頭公牛和一隻公面養來, 作為和平祭, 祭獻在上主面前, 再大嬉又條的數祭祭品來, 因為今天上主要顯現給你們, 他們雖將梅室所吩咐的, 都大到會幕前。 全會眾到前來, 站在上主面前。 梅室遂說, 這是上主, 命你們做的事, 好使上主的榮耀顯現給你們。 以後, 梅室對阿郎說, 你走近祭壇, 奉獻你的贖聚祭和全凡祭, 為你自己和你的家族贖聚。 然後奉獻人民的祭品, 為他們贖聚, 如上主所吩咐的。 雅郎於是走近祭壇, 宰殺了那位自己作贖聚祭的功能毒。 雅郎的兒子將血遞給他, 他把手指浸在血裏, 沒在祭壇的四角上, 聖下的血都倒在祭壇腳旁。 贖聚祭犧牲的脂肪, 兩腎和肝葉都放在祭壇上焚燒。 按照上主對梅室吩咐的。 至於肉和肥, 都在營外用火燒了。 然後雅郎採殺了全凡祭犧牲, 雅郎的兒子將血遞給他, 他將血灑在祭壇四周。 以後, 他們將切成塊的全凡祭犧牲和頭遞給他, 他便放在祭壇上焚燒。 內臟和腿洗淨後, 也放在祭壇上, 同全凡祭犧牲一起焚燒。 隨後, 他奉獻了人民的祭品, 將那為人民作贖罪祭的公山羊牽來, 宰殺了, 獻作贖罪祭。 如前一犧牲一樣。 又奉獻了全凡祭, 全案禮而進行。 又奉獻了掃祭, 由其中取了一門把, 放在祭壇上焚燒。 這是早晨全凡祭以外的祭獻。 最後, 他採殺了為人民作和平祭的公牛和公綿羊。 雅浪的兒子將血遞給他, 他便將血灑在祭壇四周。 至於牛羊的脂肪、 肥美、 藉蓋內臟的脂肪、 兩腎和肝葉, 他們都放在犧牲的胸袍上。 雅浪雖將脂肪放在祭壇上焚燒。 胸袍和右後腿, 拿來在上主前行了奉獻的姚禮, 照梅室所吩咐的。 以後, 雅浪向人民舉起手來, 祝福了他們。 當他獻完了贖聚祭、 全凡祭及和平祭以後, 便由祭壇上下來了。 以後, 梅室和雅浪走進了會幕, 二人出來祝福百姓時, 上主的榮耀顯現給全體百姓。 由上主前出來了火, 吞世了祭壇上的全凡祭祭品和之方。 全體百姓見了, 齊聲歡呼, 苦福在地。 第十章 雅浪的兒子納達布和阿比湖, 各自取了火盆, 放上火, 加上乳香, 在上主面前奉獻了上主所禁止的煩火。 那時, 由上主面前噴出火來, 將他們燒死在上主面前。 梅室遂對雅浪說, 這就是上主所說, 對親近我的人, 我要顯我為聖。 在全民眾前, 我要以我為尊。 雅浪勿不作聲。 梅室遂叫了雅浪的叔父烏齊爾的兒子米沙爾和厄爾澤返來, 對他們說, 前來, 將你們的兄弟由聖所前抬到營外去。 他們就前去, 捉住死者的衣服, 將死者抬到營外, 照梅室所吩咐的。 以後, 梅室遂對雅浪和他的兒子厄勒阿澤爾及伊塔馬爾說, 不要散開你們的頭髮, 不要撕裂你們的衣服, 免得你們死亡, 也免得上主對全會眾發怒。 讓你們的弟兄以色列全家, 去為上主燃起的火哀悼。 你們也不要走出會幕門口, 免得你們死亡。 因為上主的苦游還在你們身上, 他們就照梅室說的造料。 上主訓事雅郎說, 你或你的兒子進入會幕時, 清酒或醇酒都不可飲, 免得你們死亡。 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是一條永舊的法令。 因為在聖與族, 結與不結之間, 你們應分辨清楚, 並應教訓以色列子民, 上主祭梅室吩咐他們的一切法令。 以後, 梅室對雅郎和他上傳的兒子, 阿克勒阿澤爾及伊塔瑪爾說, 欠於上主的火祭中所剩下的數祭祭品, 你們應拿來再祭壇旁食, 應食死麵的。 因為這是自聖之物, 你們在聖處食。 因為這是你和你的兒子, 由獻於上主的火祭中所獲得的權利。 上主曾這樣吩咐了我。 至於搖過的胸袍和舉過的後腿, 你和你的兒子, 以及與你尚在一起的女兒, 可在一清潔地方食。 這原是由以色列子民獻的和平祭中, 及與你和你子女的權利。 與獻作火祭的之方, 一起所舉過的後腿和搖過的胸袍。 在上主面前, 行過奉獻搖禮之後, 都歸你和與你再一起的子女。 這是你們永久的權利, 照上主所吩咐的。 梅室, 尋找那作贖罪祭的公山羊的時, 發現已消了。 於是對亞郎上傳的兒子, 厄勒阿扎爾及伊塔瑪爾發怒說, 為什麽你們沒有在聖處食者贖罪祭獄。 這原是至聖之物, 上主所以吸了你們, 是為消除匯眾的罪過, 在上主面前為他們贖罪。 這犧牲的血, 既然沒有大道聖所屢去, 你們應照我所吩咐的, 在聖處食者贖獄。 亞郎對梅室說, 你看, 他們今天在上主面前奉獻了贖罪祭和全凡祭, 竟有這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今天約食贖罪祭祭獄, 上主豈能滿意。 梅室聽了者話, 也頗為滿意。 第十一章 上主訓事梅室和亞郎說, 你們應告訴以色列子民, 說, 地上的一切走壽中, 你們可惜的壽淚如下。 凡走壽中, 有偶提、有子及反初的, 你們都可以食。 但在反初或有偶提的走壽中, 你們不可食的是樂陀。 因爲樂陀雖反初, 但偶提無子, 對你們仍是不結的。 岩利 他雖反初, 但偶提無子, 對你們仍是不結的。 兔子雖反初, 偶提無子, 對你們仍是不結的。 豬他雖有偶提, 提雖有子, 卻不反初, 對你們仍是不結的。 這些走壽的肉, 你們不可食。 他們的屍體也不可觸摸, 因爲對你們都是不結的。 水族中, 你們可食的如下。 凡是水中, 有其有倫的。 不論是海裡的, 或河裡的, 都可以食。 但凡在水中雨動, 或在水中生存的生物, 若沒有其和倫, 不論是海裡或河裡的, 非禽中, 你們應視為可爭而不可食。 非禽中, 你們應視為可爭而不可食。 可爭之物的, 是, 嬰、 惡、 喬、 冤、 及準之類、 凡烏鴉之類、 鴕鳥、 夜鷹、 海鷗、 倉鷹之類、 小囂、 盧池、 痴揮、 白露、 唐鵝、 白袖、 貴鹿、 罐楼、 大孝、 鞭蝠、 花蝴、 凡是有次四足爬行的昆蟲,都是你们所当征护的。 但在有次四足爬行的昆蟲中,凡有脚以外,还有大腿,在地上能跳的,你们可以食。 你们可食的,是飞黄之类,诈猛之类,色淑之类,或忠狮之类,其他凡有次四足爬行的昆蟲,都是你们所当征护的。 遇到以下的光景,也能使你们不结。凡触摸这些昆蟲尸体的人,直到晚上不结。 凡移动他们尸体的人,应洗的自己的衣服,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凡有勾提而无止的,或不返初的走兽,为你们都事不结的,谁触摸了,就染上不结。 一齐四足动物中,凡用脚掌行走的,为你们都事不结的。 谁触摸了他们的尸体,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谁触摸了他们的尸体,应洗的自己的衣服,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这些动物,为你们都事不结的。 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中,为你们不结的事。 掩鼠,老鼠,和蜥蜴之类,碧虎,避翼,蛇扣帽,乌龟,和灵游。 这些爬行的动物,为你们都事不结的。 他们死后,谁触摸了,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其中死了的,吊在什么物件上,不论是木器,或衣服,或皮具,或囊袋。 凡能用的器具,即成为不结,应放入水内,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以后才算重毒,以后才算结症。 一切涂气,如有他们中一个掉在里面,里面所有的一切即成为不结。 涂气应该打破,如里面的水滴在任何食物上,食物即成为不结的。 在这种涂气内,装了任何饮料,饮料也成为不结的。 他们的尸体,无论掉在什么东西上,那东西即成为不结的。 不拘牢或造,都应打碎,因为是不结的。你们也应是为不结。 水泉,和蓄水池,虽是结症的,但是那接触尸体的,即成为不结。 如果他们中一个尸体掉在要播种的种子上,种子仍是结症的。 但若种子已浸了水,而尸体掉在上面,这种子对你们变成了不结的。 若你们可食的一只酒兽死了,谁触摸了他的尸体,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若食了这尸体的肉,应洗的自己的衣服,并且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若移动了这尸体,也应洗的自己的衣服,而且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凡地上的爬虫,都是当增乎的,都不可食。 不论是用腹部爬行的,或用四足爬行的,或多足的。 凡是地上的爬虫,你们都不可食,因为都是可增乎的。 你们不要因任何爬虫,而使你们成为可增乎的。 你们不要因他们而成为不结的,或掩上不结。 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你们该表现为圣结的。 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 你们不要因地上的任何爬虫,而使自己成为不结的。 因为我是上主,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 为作你们的天主,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 以上是有关走兽、飞禽、一切水中游行、和地上一切爬行动物的法律。 以便分别结与不结、可食与不可食的生物。 第十二章 上主分是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说 欲一妇人分娩,生一男孩,七天之久,她是不结的。 她不结有与惊奇不结一样。 第八天 应给孩子割损。 此外 她还要守到三十三天的结血期。 在未满取结的日期以前,不可接触任何性物。 不可走进性所。 若生一女孩,两星期是不结的,有如惊奇一样。 此外,还要守到六十六天的结血期。 一满了取结的日期,不拘为儿子或女儿。 她应在会幕门口,交给师祭一只一碎的羔羊,献作全凡祭。 一只戳甲或一只斑钩,献作赎罪。 师祭将祭品奉献在上主面前,为她行赎罪礼。 她才算由流血的状况中结淨了。 以上,是关于生男或生女的妇人的法律。 但若她的财力,不够备办一只羔羊,可带两只斑钩或两只疮甲。 一只献作全凡祭,一只献作赎罪。 师祭为她行赎罪礼,她就结正了。 第十三章 上主分善梅室和阿郎说, 若人在肉皮上生了肿瘤或仓节或斑痕。 她肉皮上有了这种癩病的症状, 就应把她带到阿郎施祭, 或她作施祭的一个儿子前。 施祭应查看肉皮上的症状, 若患处的毛变白。 若患处似乎已深过肉皮, 这便是癩病的症状。 施祭一看出, 就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但若她肉皮上的斑痕发白, 而不见得深过肉皮, 毛又没有变白。 施祭应将患者隔离七天。 到第七天, 施祭再查看她。 如见患处颜色未变, 皮上的患处没有蔓延, 施祭应将她再隔离七天。 到第七天, 施祭再查看她。 如见患处颜色已淡, 皮上的患处也没有蔓延, 施祭应声明她是结症的。 这不过是一种仓节, 她洗过衣服, 就结症了。 但在施祭查看, 声明她结症以后, 如仓节在皮肤上又蔓延开, 应再去叫施祭查看。 施祭应查看她, 若见她皮肤上的仓节蔓延开了, 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以成为癩病。 若人身上有了癩病的症状, 应带她去见施祭。 施祭应查看她, 若见皮肤上白肿, 毛已变白, 肿处出现醉油, 这是她肉皮上的慢性癩病。 施祭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不必将她隔离, 因为她已是不结的。 但若癩瘡在皮上蔓延, 凡施祭能看见的地方, 从头到脚, 癩瘡借概了患者的全身皮肤。 施祭查看她, 若见癩瘡借概了她全身, 就应声明患者是结症的, 因为全身变白, 便是结症的。 但她身上一出现醉油, 就成了不结症的。 施祭一见这醉油, 就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因为这醉油是不结的, 分明是癩病。 但若醉油再变白, 她应再去见施祭。 施祭查看她, 若见患处变白, 施祭应声明患者是结症的, 她便是结症的。 若人肉皮上生了瘡, 已衣好了, 但在瘡处又起了白种或白种大虹的斑痕, 就应去叫施祭查看。 施祭查看她, 若见患处似乎已深过皮肤, 并且毛已变白, 就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这是由瘡转成癩病的症状。 但若施祭查看, 见上面没有白毛, 也未深过皮肤, 颜色已淡, 施祭就应将她隔离七天。 若病在皮肤上蔓延开了, 施祭就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这是癩病的症状。 但是, 如果斑痕留在原处, 没有蔓延, 这是瘡痕。 施祭应声明她是结症的。 若人欲皮上受了火伤, 相处的罪由生了白女大虹或唇白的斑痕, 施祭就应查看她。 若见斑痕上的毛已变白, 似乎深过皮肤, 这是由火伤转成的癩病, 施祭应声明她为不结。 这是癩病的症状。 但若施祭查看, 见斑痕上没有白毛, 并未深过皮肤, 而且颜色已淡, 施祭就应将她隔离七天。 到第七天, 施祭再查看她, 若斑痕在皮肤上蔓延开了, 施祭就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这是癩病的症状。 但若斑痕留在原处, 没有在皮肤上蔓延。 颜色已淡, 这是火伤的肿脏, 施祭应声明她是结症的, 因为只是火伤疤痕。 不居男女, 若在头上或嘴上有症痕, 施祭应查看症症。 若见患处似乎深过皮肤, 且长了黄色细毛, 施祭应声明她是不结的。 这是闲戒。 是头上或嘴上的癩病。 但若施祭查看闲戒患处, 不见得深过皮肤, 上面也没有黑毛, 施祭就应将这患闲戒的人隔离七天。 到第七天, 施祭再查看患处, 若见闲戒没有蔓延, 上面也没有黑毛, 不见得深过皮肤, 这人就应替去疏法, 只不替生闲戒处。 施祭应将她在隔离七天。 到第七天, 施祭再查看闲戒。 若见闲戒在皮肤上没有蔓延, 不见得深过皮肤, 施祭就应声明她是结症的, 洗过衣服就结症了。 但若在声明她结症以后, 闲戒在皮肤上又蔓延开了, 施祭应再查看。 若见闲戒在皮肤上蔓延了, 施祭不必再检查黄毛, 患者已是不结的。 但若闲戒的颜色未变, 上面又生有黑毛, 闲戒已自好, 患者已结症。 施祭应声明患者是结症的。 不居男女, 若肉皮上起了些斑痕, 即白色的斑痕, 施祭就应查看。 如见肉皮上的斑痕, 情灰白色, 那时皮肤上起的皮疹, 患者是结症的。 若人的头发掉了, 成了斑痕, 它是结症的。 若人头顶上的头发掉了, 成了前脑斗的人, 它是结症的。 但是, 如果在脑后或脑前的斗柱, 起了白中大雄的苍痕, 这时, 它脑后或脑前的斗柱, 起的赖病。 施祭应查看。 若见它脑后或脑前斗柱, 总起的地方白中大雄。 看来, 仿佛肉皮上生的赖痕, 这人即是赖病人, 已是不结。 施祭应声明它是不结的。 因为它头上有了赖病的症状。 凡身患癌病的人, 应穿撕裂的衣服, 披头散发, 将口唇遮住, 且喊说, 不结不结。 在它患癌病的时日内, 尝是不结的。 它既是不结的, 就应独居。 它的住处应在宁外。 若衣服上, 有了赖病的迹象, 不它是毛衣或麻衣, 或用麻, 及毛纺织或边织的布, 或皮革, 或任何皮製的物品上, 有了赖病的迹象。 若衣服或皮革, 或纺织或边织的布,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上, 有了发绿或发红的斑痕。 这就是赖病的迹象。 应交由施制查看。 施制查看斑痕以后, 应将带有斑痕的物品, 收藏七天。 到第七天, 施制再查看那斑痕。 如果斑痕在衣服上, 或纺织或边织的布上, 或皮革上, 或在任何皮製的物品上, 蔓延开了。 这就是恶性赖病的迹象。 物品即是不结的。 凡带有这些斑痕的衣服, 用毛或麻纺织或边织的布,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 都应焚烧。 因为这是恶性的赖病, 应用火烧毁。 但若施制查看时, 见斑痕在衣服上, 或纺织或边织的布上,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上, 没有蔓延。 施制当婚妇人, 施制当婚妇人, 将带有斑痕的物品, 洗的, 再收藏七天。 施制查看洗过的物品以后, 若见斑痕没有变色, 也没有蔓延。 物品即是不结的, 应用火烧掉, 因为里外都腐食了。 但若施制查看时, 见斑痕在洗的后, 以便暗淡, 应从衣服或皮革或纺织或边织的布上, 将那块施去。 以后, 如果在衣服上, 或纺织或边织的布上,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上, 再出现斑痕, 即是救病复发, 带有斑痕的物品, 便应用火烧了。 如果衣服或纺织或边织的布,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 一经洗的, 上面的斑痕, 便不见了, 再洗一次, 便结症了。 这时, 关于毛衣或麻衣, 或纺织的布, 或边织的布, 或任何皮製的器具, 的赖病迹象, 声明结症与不结症的法律。 第十四章 上主分事梅塞说, 关于赖病人, 取结之日应守的法律如下, 应引他去见施仔, 施仔应到营外查看, 如见赖病人的病症传预料, 便吩咐人, 为那取结者, 拿两只结症的活鸟, 香柏木, 朱红线, 或牛塞草来, 然后吩咐人, 在盛着活水的陶器上, 宰杀一只鸟。 施仔, 拿另一只活鸟, 和香柏木, 朱红线, 和牛塞草, 连活鸟, 一起浸在杀于活水上的鸟血内。 向那取结的赖病人, 撒血七次, 使他结症。 然后, 放那只活鸟, 飞向田野。 那取结的人, 洗滴自己的衣服, 替去身上所有的毛, 用水洗草, 这样就算结症了。 此后, 他方可进入营内, 但营应在自己帖幕外, 居住七天。 到了第七天, 他应替去身上所有的毛, 头发, 胡桑, 和眉毛, 身上所有的毛, 都应提去, 然后洗滴衣服, 用水洗身, 就算完全结症了。 到第八天, 他应带两只毛霞的公羔羊, 一只一碎的毛霞帽羔羊, 作数制用的十分之三, 握法油条的细面, 和一罗隔油。 行取杰礼的施仔, 应叫取杰的人, 拿着这一切, 站在惠幕门口, 上主面前。 施仔, 取一只公羔羊, 同一罗隔油, 一起献作属过祭, 在上主前, 行奉献的谣礼。 然后, 再宰杀属罪, 和全凡祭牺牺牲的盛地方, 宰杀这只公羔羊, 因为属过祭牺牺牲, 如属罪祭牺牺牲一样, 应归施仔。 这是智性之物。 施仔, 取舍属过祭牺牺牲的血, 没在取杰者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 或右脚大指上, 再由哪一罗隔油中, 取舍油,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中, 将自己的一个右手指, 浸在左手掌中的油内, 用手指在上主前, 撒油七次。 然后将掌中聖下的油, 没在取杰者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 直在没属过祭牺牺血的地方, 以后将掌中聖下的油, 都没在取杰者的头上。 如此, 施仔在上主面前, 为哪人行了负罪祭。 此后, 施仔应奉献负罪祭, 为取杰者负罪除去不杰。 最后, 应宰杀全凡祭牺牺牲, 在祭坛上奉献全凡祭或数祭。 施仔这样为他行了负罪祭, 他就结正了。 但是, 如果他贫穷, 手中财力不足, 可拿一只公高羊作负罪, 行姚礼为他负罪。 十分之一握法油条的细面作负罪, 一罗格由, 和按财力能备办的两只斑钩或两只戳甲。 一只作负罪祭, 一只作传凡祭, 他应在第八天, 将这一切送交施仔, 在会望门口, 于上主面前, 为自己取杰。 施仔便取那只作熟过祭的公高羊, 和一罗格由, 在上主面前行奉献的谣礼。 然后宰杀作熟过祭的公高羊, 取些熟过祭牺牲的血, 没在取结者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 然后倒些油, 在自己左手掌中, 用一只右手指暂舍左手掌中的油, 在上主面前灑七次。 再将掌中的油, 没在取结者的右耳垂, 右手拇指和右脚大指上。 直在, 没属过祭牺牲血的地方, 掌中还有的圣下的油, 到没在取结者的头上, 为他在上主面前行奉罪礼。 取结的人按自己财力, 所能备办的两只斑钩或两只初甲, 按他的财力所能献的。 其中一只献作奉罪制, 一只献作传凡制, 同数制一起献上。 施制应这样为取结的人在上主面前行奉罪礼。 这是关于身患赖病, 而财力不足, 被办取结制品者的法律。 上主分善梅室和阿郎说, 当你们进入我次给你们作产业的 黑纳罕地, 在你们佔有的地方, 我令房屋发生赖病的将时, 房主就应去告诉施制说, 我看在我房屋内出现了一些相似赖病的斑痕。 在施制进去查看斑痕以前, 应吩咐人先搬空房屋, 免得屋内的一切染上不结。 然后施制进去查看房屋。 施制查看斑痕时, 如见屋内墙上的斑痕大些发绿或发红的小孔, 似乎深过墙皮, 就应由屋内出来, 到房门口, 将房屋封锁七天。 到第七天, 施制再来查看, 如见斑痕在屋内墙上蔓延开了, 就应命人拔出有斑痕的石头, 吊在城外不结的地方。 且叫人挂正屋内四周, 将挂下的灰土, 倒在城外不结的地方。 再拿别的石头, 陷进拔出的石头处, 拿别的灰土粉刷房屋。 再拔出石头, 挂掃粉刷房屋以后。 如斑痕又在屋内出现, 施制还应来查看, 如见斑痕在屋内蔓延开了, 这就是房屋上的附食性赖病。 这房屋即是不结的, 应拆毁这座房屋。 房屋的石头、木材和所有的灰土, 都应运到城外不结的地方。 整个封锁日期内, 如有人进入屋内, 直到晚上成为不结的。 如有人在这屋内睡觉, 应洗滴自己的衣服。 如有人在这屋内吃饭, 亦应洗滴自己的衣服。 但是, 如果施制来查看, 见房屋刷身以后, 搬行在屋内没有蔓延, 施制就应声明, 房屋是结症的, 因为患处已好了。 施制应拿两只飞鸟, 香榜木, 珠红线和牛失草来, 为房屋取结。 一只飞鸟, 应在盛有活水的陶器上宰杀。 然后, 拿香榜木, 牛失草, 珠红线和那只活鸟, 一同浸在那已杀的鸟血及活水内。 向房屋连灑七次, 用鸟血, 活水, 活鸟, 香榜木, 牛失草, 珠红线, 为房屋取结以后, 施制应放那只活鸟, 飞向城外的田野。 他这样为房屋行取结礼, 房屋就结症了。 这事关于各种赖病症状, 险戒, 依赖, 屋赖, 肿楼, 仓节, 或斑痕, 使人知道, 何时不结, 何时结症的法律。 这事关于赖病所定的法律。 第十五章 尚主分善梅室和阿郎说, 你们告诉以色列子文, 说, 何时一个男人身患临病, 临病使他不结。 临病使人不结的光景是这样。 不论他身体上流临翼, 或有时止住, 他总是不结的。 凡有临病的人睡过的床, 即染上不结, 凡他坐过之物, 即染上不结。 凡人摸了他的床, 这人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谁坐了临病人坐过之物, 该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谁摸了临病人的身体, 该洗滴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若有临病的人, 在结症人身上, 吐了唾沫, 这人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凡有临病的人坐过的安子, 即染上不结。 谁摸了他身下的任何东西,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谁摸了这些东西, 该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若有临病的人, 没有用水洗手, 接触了人, 这人就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躁,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凡有临病的人, 摸过的陶器, 都应打破, 任何木具, 都应用水洗淨。 几时有临病的人, 至好不留了, 他应计算七天, 为取结旗, 洗滴自己的衣服, 用活水洗身, 然后就结淨了。 到第八天, 应拿两只斑钩或两只搓夹, 来到上主面前, 在惠幕门口, 交给施制。 施制应奉献一只作负罪制, 另一只作传凡制。 这样, 施制就替他在上主面前, 为他的临病行了负罪礼。 人若为精, 应用水洗淨全身,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凡尖有精液的衣服或皮密, 应用水洗淨,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男女同房够精, 两人都应用水洗草,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女人几时行经, 有血由他体内流出。 他的不结期, 应为七天。 谁接触了他, 直到晚上不结。 他不结期内, 凡他祸过之处, 都染上不结。 凡他坐过的地方, 也染上不结。 凡摸过他藏塔的, 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草,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凡摸过他坐过之物的, 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草,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谁, 若摸了他床上, 或他坐过之物上的东西, 直到晚上事不结的。 若男人与他同房, 也沾染上他的不结。 若天之久, 是不结的。 凡他祸过的床, 也染上不结。 女人若在荊其内, 多日流血。 或者, 他流血超过了他月经的日期, 再留不结之物的整个时期内。 他如在荊其内, 一样不结。 凡他流血其内, 所祸过的床, 就如在荊其祸过的床, 一样, 染上不结。 凡他坐过之物, 就如他荊其内, 所坐之物一样, 染上不结。 谁若摸了, 就染上不结。 应洗的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草, 直到晚上不结。 凡时, 他自好不留了。 他应计算七天, 为取结期, 到第八天, 应拿两只斑钩, 或两只初夹, 来到会幕门口, 较及施制。 施制, 应奉献一只, 作赎罪制, 另一只, 作传凡制。 这样, 施制就替他在上主面前, 为他所留的不结之物, 行了赎罪礼。 你们应叫以色列子民, 戒避他们的不结, 免得他们因不结, 澱污了我在他们中的住所, 而遭受死亡。 这事有关因临病, 或为精, 沾染不结的人, 和行经的妇女, 即有关任何遗留的男女, 以及与不结的女人, 同房的男人的法律。 第十六章 亚郎的两个儿子, 欣善自走近上主面前, 而遭受死亡。 他们死后, 上主奋善梅塞, 对他这样说:" 你告诉你的哥哥亚郎, 不可随时进入像万后的圣所, 到药柜上的赎罪盖前去, 免得在我城魂显现在赎罪盖上时, 遭受死亡。 亚郎应这样进入圣所, 带上一只公牛毒, 作属罪制, 一只公绵羊, 作传凡制, 应穿上亚麻圣长衣, 身着亚麻短裤, 束上亚麻腰带, 戴上亚麻头巾, 这些都是圣衣, 他用水洗身后才能穿上。 此外, 还应由以色列子民会众, 取两只公山羊, 作属罪制, 一只公绵羊, 作传凡制。 亚郎先要奉献为自己作属罪制的公牛毒, 替自己和家人属罪, 以后牵那两只公山羊来, 放在惠幕门口上主面前, 为这两只公山羊抽签, 一签为上主, 一签为阿扎则矣。 亚郎将那重毒。 亚郎将那为上主抽到的公山羊, 献作属罪制, 至于那为阿扎则矣, 抽到的公山羊, 应让他活着, 立在上主面前, 用他行属罪礼, 放入旷野, 归于阿扎则矣。 于是, 亚郎先奉献为自己作属罪制的公牛毒, 替自己和家人属罪, 宰杀为自己作属罪制的公牛毒, 随后, 由上主面前的祭坛上, 拿下圣满红炭的火盆, 再拿一满捧细雨香, 带进帐漫内, 在上主面前, 将雨香放在火上, 洗雨香的烟, 借着药柜上的属罪盖, 免得遭受死亡。 以后, 取舍牛血, 用手指, 灑在属罪盖东面, 又用手指, 在属罪盖前, 灑血七次。 此后, 宰杀了为人民作属罪制的公山羊, 将羊血大进帐漫内, 照灑牛血的方式, 将羊血灑在属罪盖上和属罪盖的前面, 为以色列子民的不结, 和他们犯的种种罪过, 及胜所取结。 及存留在他们中, 为他们不结, 玷污的汇幕, 也举行同样的礼仪。 当他走进胜所行负罪礼时, 直到他出来, 任何人不许在汇幕内。 何时, 他为自己, 为家人, 为以色列传汇众负罪元不, 就出来, 回到上主面前的祭坛前, 为祭坛行取结礼, 取舍牛血和羊血, 没在祭坛四周的角上, 再用手指向祭坛灑血七次。 这样, 使祭坛免于以色列子民的不结, 而获洁正和足性。 为圣所, 汇幕, 及祭坛, 行愿取结礼后, 便将那只活公山羊牵来。 亚郎, 将双手暗在他的头上, 名认以色列子民的一切罪恶, 和所犯的种种过犯和罪过, 存放在这公山羊头上。 然后, 命派定的人将他送到旷野。 这羊, 付着他们的种种罪恶, 到了荒野地方, 哪人, 应在旷野里释放这只羊。 然后, 亚郎进入汇幕, 脱下他进入圣所时, 穿的亚麻衣服, 放在哪里。 在圣地方, 用水洗身, 再穿上自己的衣服, 出来奉献自己的传凡制, 和人民的传凡制。 为自己和人民行淑罪礼。 淑罪制牺牲的脂肪, 应放在祭坛上焚烧。 哪送公山羊, 吸亚扎则以的, 应先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方可进入萤幕, 作淑罪制的公牛毒, 和作淑罪制的公山羊。 他们的血, 既带到圣所内淑罪, 皮, 肉, 及份, 都应运到萤外, 用火烧了。 那烧的人, 应先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身, 然后方可进入萤幕。 这为你们是一条永久的法令。 七月初十, 你们应先黑己苦身, 不论是本地人或僑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 任何劳工都不许做。 因为在这一天, 你们应为自己赎罪, 使自己洁净, 应随去自己的种种过犯, 在上主面前, 再成为洁净的。 这是你们全休息的安息日。 应黑己苦身, 这是永久的法令。 哪位受负, 被委任继承他父亲, 执行施制职务的大施制, 应举行赎罪礼。 他应穿上阿玛圣衣, 为智圣所, 为惠幕和祭坛, 行取杰礼。 为众施制和全惠众人民, 行赎罪礼。 每年一次, 应为以色列子民, 为他们的种种罪过, 行赎罪礼。 这为你们是永久的法令。 人就依照上主吩咐梅塞的做了。 第十七章 上主分事梅塞说 你告诉雅郎和他的儿子, 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 说, 上主这样吩咐说, 以色列家中任何人, 在形内或在形外, 宰杀牛或绵羊或山羊, 而不牵到惠幕门口, 在上主的住所前, 奉献给上主作祭品。 这人就应付流血的罪债, 他既使血流出, 就应由民间铲除。 为此, 以色列子民应将他们平素在野外宰杀的犧牲, 欠到上主前, 在惠幕门口, 交与施制宰杀这些犧牲, 欠给上主作和平祭。 施制将生血灑在惠幕门口上主的祭坛上, 焚烧之方化为众月上主的兴香。 从此以后, 他们不应再宰杀牺牲, 欠给他们非法敬拜的一些山羊神。 这为他们世世代代是一项永久的法令。 此外, 你应吩咐他们, 说:"以色列家及僑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 谁若愿意献存凡祭或祭献, 而不献到惠幕门口, 奉献给上主, 这人就应由民间铲除。 以色列家及僑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 有人食了什么血, 我必怒容而是。 与这食血的人作对, 由民间将他铲除。 因为欲区的生命是在血内, 我为你们指定了血, 在祭坛上为你们的生命属罪, 因为血具有生命, 故能属罪。 为此, 我吩咐以色列子文说:" 你们中任何人都不可食血。 乔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 也不可食血。 以色列子文和僑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方人, 谁若猎取了可食的野兽或非禽, 该放尽他的血, 用泥土盖上。 因为一切欲区的生命都是于血。 为此, 我吩咐以色列子文说:" 任何欲上的血, 你们都不可食。 因为一切欲区的生命都是于血。 谁食了, 应被铲除, 不论是本地人或是外方人, 食了致死或被猛兽撕裂的禽兽, 应洗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草, 直到晚上是不结的, 以后他才结症。 但是, 如果他不洗衣, 也不洗身, 应付罪债。 十八章 上主分是梅塞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 说:"我, 上主, 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 不要仿效你们住过的埃及地的习惯。 也不要仿效我正要领你们去的 黑纳罕地的习惯。 不要随从他们的风俗, 应执行我的规定。 遵守我的法令, 依照遵行。 我, 上主, 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应专守我的法令和规定。 专守的人, 必因此获得生命。 我是上主。 你 你们中 是你父亲的下体。 你姐妹的下体, 不论她是你父亲的女儿, 或你母亲的女儿, 或在家生的, 或在爱生的, 你不可揭露他们的下体。 你儿子的女儿, 或你女儿的女儿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因为她们的下体, 是你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你父亲妻子的女儿的下体。 因为她是你父亲所生的, 是你的姐妹。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父亲姐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因为她是你父亲的骨肉, 你母亲姐妹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因为她是你母亲的骨肉。 你父亲兄弟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也不可亲近她的妻子。 她是你的叔伯母。 你儿子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她是你儿子的妻子, 你不可揭露她的下体。 你兄弟妻子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 那是你兄弟的下体。 你不可揭露了一女人的下体, 你又揭露她女儿的。 你不可揭露她儿子的女儿, 或她女儿的女儿, 揭露她的下体。 她们都是她的血亲。 这是丑行。 你不可揭露。 你不可揭露一女人, 又揭露她的姐妹, 做她的情敌。 在她活着的时候, 揭露她姐妹的下体。 女人在月经不结其中, 你不可揭露。 揭露她的下体。 你近人的妻子, 你不可与她同寻, 为她所玷污。 你不可使你任何一个子女, 经火祭, 献给摩纳客。 亦不可洩读你天主的名, 我是上主。 你不可与男人同寻, 如同与女人同寻一样。 这是丑恶行为。 你不可与任何兽类同寻, 为她所淫污。 女人, 亦不可毁身与酒壽, 与她交合。 这是亦性邪恶。 你们不可与任何这样的事, 玷污自己。 因为这些民族, 以这一切事, 玷污了自己。 我正要由你们面前, 将他们驱逐。 甚至, 连这地也玷污了。 所以, 我必追究这地上的罪恶, 使这地, 吐弃地上的居民。 至于你们, 应专守我的法令和规定, 不论是本地人, 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方人。 这样丑恶的事, 一见也不许做。 因为, 在你们以前, 住在这地上的人, 做过这一切丑恶的事, 玷污了这地方。 希望这地不因你们, 而再受到玷污, 将你们吐弃, 如同, 吐弃了你们以前的民族。 因为, 凡做任何一件这样丑恶的是的, 这样的人, 都应由民间铲除。 所以, 你们应专守我的禁令, 不可仿效你们以前的人, 所有的丑恶风俗, 免得因此受到玷污。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第十九章 上主分是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全会众, 说, 你们应该是圣的。 因为我, 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 你们每人应孝敬母亲和父亲, 应专守我的安息日。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 不要归依偶像, 也不要为自己铸造神像。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若你们, 给上主祭献和平祭, 要奉献可蒙受月纳的。 祭欲, 应在你们祭献的当天或第二天食尽, 有剩下的, 到第三天, 应用火烧了。 若还有人在第三天食, 这欲已不结, 别不蒙月纳。 那食欲的人, 必负罪债, 因为他产毒了上主的圣物。 这人应有物间铲除。 当你们收割田地的庄价时, 你不可割到地边, 收获后剩下的税子, 不可再拾。 葡萄窄后, 不应去守, 葡萄园内吊下的, 不应拾取, 应留给穷人和外方人。 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 不要偷窃, 不要欺诈, 不要彼此恐骗, 不要奉我的名, 枉法虚誓, 而窃读你天主的名字。 我是上主。 你不要欺压, 剥削你的近人, 用人的工钱, 不可再理处过夜, 留到第二天早晨。 不可奏骂笼子, 不可将障碍物放在核子面前。 但应敬畏你的天主, 我是上主。 审判时, 你们不要违背正义, 不可袒护穷人, 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 只依正义, 审判你的同胞。 不可去毁谤你的本族人, 也不可毅开人的性命。 我是上主。 不可全心怀恨你的兄弟, 应坦白劝戒你的同胞, 免得为了他而赴罪债。 不可復仇, 对你本国人, 不可心怀怨恨, 但应爱人如己。 我是上主。 你们, 应专守我的法令, 不可使你的加速, 与不同类的配合。 一块田内, 不可播上不同的种子, 用两种线即成的衣服, 不可寸在你的身上。 若人, 同以许配于人, 尚未熟悔, 或没有获得自由的婢女同寢, 应受处罚, 但不该死, 因为他或没有自由。 但是, 这人却应把一只熟过祭的公棉羊, 献到会莫门口, 献及上主, 作为他的熟过祭。 使祭用者熟过祭的公棉羊, 在上主面前, 带他为他所犯的罪行属罪礼。 他犯的罪方可得赦。 何时, 你们尽了哪地方, 再种了什么果树? 树上的果子, 你们应视为不结。 三年以内, 为你们算是不结, 不可以食。 到第四年, 结的一切果实, 到时盛的, 应作赞颂上主的礼品。 到第五年, 才可以食树上结的果实, 使树为你们增加出产。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不可以食任何大血的食物, 不可占卜, 不可念咒, 不可将两边的头发剃圆, 两边的胡桑也不可修剪, 不可为死者割伤你们的身体。 也不可在你们身上刺花纹, 我是上主。 不可窃毒你的女儿, 令她卖淫, 免得这地方成为淫墙, 充满淫乱。 应专守我的安息日, 应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上主。 不可去探训黄云, 亦不可去沉闻占卜者, 而为他们所玷污。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在白发老人前, 应启立, 对老年人要尊敬, 应敬畏你的天主。 我是上主。 若外方人在你们的地域内, 与你住在一起, 不可欺压他。 对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方人, 应看作你们中的一个同乡。 爱他如爱你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外方人。 我, 上主, 是你们的天主。 在审断道, 良, 行上, 不可不公平, 天平法马, 升, 杀, 都应正确。 我, 我是, 领你们出来埃及地的上主, 你们的天主。 你们应专守我的一切法令, 和我的一切规定, 一一依照执行。 我是上主。 第二十章 上主分事梅塞说, 你对以色列子民说。 以色列子民和桥居以色列的外方人中, 若有人将儿女献给摩勒赫, 应处死刑。 当地的人应用石头扎死他。 我必板起脸来与此人作对, 将他由民间铲除, 因为他将儿女献给了摩勒赫, 减污了我的圣所, 洩毒了我的圣名。 当地的人, 若在这人奉献自己的儿女及摩勒赫时, 竟闭目不看, 而不将他处死。 我自己要板起脸来, 与这人和他的家族作对, 将他和一切随着他敬拜摩勒赫的人, 由他们的人民中间一律铲除。 若有人去求问亡云和占卜者, 跟随他们行邪法, 我必板起脸来与这人作对, 将他由民间铲除。 你们应成圣自己, 成为圣的。 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你们应专守我的法令, 日日依照执行, 我是要你们成圣的上主。 凡欲骂自己父母的, 应处死刑, 他欲骂了父母, 应自付血债。 若人与一有夫之父通奸, 即与伦友之妻通奸, 奸夫奸妇, 应一律处死。 若人与父亲的妻子同寻, 是揭露了父亲的下体, 两人应一律处死。 他们应自付血债。 若人与仪式同睡, 两人应处死。 他们犯了乱伦的罪, 应自付血债。 若男人与男人同寻, 如男之于女, 做此丑事的两人, 应一律处死。 应自付血债。 若人取妻, 又取妻的母亲。 这事淫乱, 应将他和他们用火烧死。 使你们中间, 不自全有淫乱。 若人与酒兽同寻, 应处死刑。 酒兽, 亦应杀死。 若女人走近任何酒兽, 与她交合。 应将这女人与这酒兽杀死, 应处死刑。 他们应自付血债。 若人娶自己的姊妹, 不论她是自己父亲的女儿, 或是母亲的女儿, 以致她看见了她的下体。 她也看见了她的下体。 这事可此的事, 应在本国人前将他们铲除。 因为她揭露了自己姊妹的下体, 应自付罪债。 若人与在月经其内的女人同寻, 揭露了她的下体, 暴露了她的血缘。 她也揭露了自己的血缘, 应将两人又民间铲除。 你不可揭露你母亲的姊妹, 或你父亲的姊妹的下体。 因为这事暴露自己的肉体, 他们应自付罪债。 若人与自己的宿白母同睡, 这事揭露了宿白的下体, 他们应自付罪债, 绝治而死。 若人娶自己兄弟之父为妻, 这事可耻的, 无意是揭露了自己兄弟的下体, 必然绝后。 你们不应随从我, 由你们面前, 要驱逐的民族的丰族。 因为他们做了这一切事, 我才厌护了他们, 才对你们说。 你们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我将这流乃流密的地方, 刺给你们作产业。 是我上主, 你们的天主, 使你们与万民分开。 所以, 你们应分别结与不结的酒兽, 结与不结的飞禽, 便得你们为不结的酒兽, 飞禽, 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我以及你们分别清楚, 免染不结, 玷污自己。 你们于我应该是圣的, 因为我, 上主是圣的。 为此, 我将你们和万民分开, 好属于我。 凡照亡云行乌術或占卜的男女, 应一律处死, 应用石头扎死, 他们应自负血债。 第21章 上主对梅塞说, 你当分是亚郎的儿子师祭, 说, 师祭, 不应为族人的尸体陷于不结, 除非为骨肉至亲, 遇母亲、 父亲、 儿女、 兄弟。 未出嫁, 而认为储女的姊妹, 为她的尸体, 师祭可陷于不结。 但师祭, 不可因身为丈夫, 而为恩亲的尸身陷于不结, 洩毒己身。 师祭的求法, 不可替光, 胡桑的边缘, 不可修剪, 也不可民身割伤。 他们对天主应是圣的, 不可洩毒天主的名号, 因为是他们奉献上主的伙祭, 作为天主的贡物, 所以应是圣的。 师祭, 不可娶妓女和受玷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娶为丈夫离弃的女人。 因为她是祝圣于天主的人。 所以你应以她为圣, 因为她把贡物奉献给你的天主。 她对于你应是圣的。 因为使你们圣圣的我, 上主是圣的。 若是圣的女儿, 卖淫蝎毒自己, 她是蝎毒自己的父亲, 应用火燒死。 兄弟中身份最高的圣祭, 头上既倒过圣游, 又被足圣串了祭衣, 不可披头散发, 不可撕裂自己的衣服, 不可走近死人的尸体, 也不可为父亲或母亲的尸体 而陷于不洁。 也不可走出圣所, 免得蝎毒天主的圣所。 因为在她头上, 有天主扶游的神人。 我是上主。 她应取储女为妻, 寡妇、弃妇或受玷污的妓女。 这样的女人缺不可取, 只可取本族中的储女为妻, 以免洩毒本族的后裔。 因为, 哪使她成圣的是我, 上主。 上主分善梅塞说, 你告诉雅郎, 说, 世世代代你的后裔中, 凡身上有缺陷的, 不得前去向天主奉献共物。 凡身上有缺陷的, 不准前去。 不论是眼核, 腳臂, 残废, 蹊形的, 或是断脚, 断手的, 或是駝背, 矮小, 眼生百危, 身上有麻疹或闲戒, 或是高院破碎的人。 雅郎施制的后裔中, 凡身上有缺陷的, 不得去奉献上主的伙制。 她身上既有缺陷, 就不应给天主奉献共物。 天主的共物, 不论是智性的, 或是性的, 她都可以食, 却不可进入像万后, 或走近赤松毒, 或走近祭壇前。 因爲她身上有缺陷, 免得她舍毒我的圣所。 因爲使她们成圣的是我, 上主。 梅什就这样分事了雅郎和她的儿子, 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文。 第二十二章 上主奉善梅什说, 你告诉雅郎和她的儿子, 叫她们对以色列子文献与我的圣物, 应謹慎, 免得蝕毒了我的圣名, 我是上主。 你对她们说, 世世代代, 你们后裔中, 若有玷污不结的, 竟敢接近以色列子文献与上主的圣物, 这人, 应由我面前铲除, 我是上主。 亚郎的后裔中, 凡患拉病或临病的, 在她未取结以前, 不可食圣物, 凡摸过死尸, 所染不结之物的, 或遗精的人, 或摸了任何能染上不结的爬虫, 或摸了能使自己, 染上任何不结的人, 凡摸了这些东西的人, 直到晚上, 是不结的。 除非她用水洗身, 不准食圣物, 太阳一落, 她就结淨了。 以后可食圣物, 因为这是属她的食物, 不可食致死或被猛兽撕裂的受辱, 免得染上不结。 我是上主。 她们应专守我的份令, 免陷于罪恶, 因此, 蝕毒份令的, 必遭死亡, 我是使她们成圣的上主。 任何族外人, 不准食圣物, 施制的客人, 和勇工, 也不准食圣物, 但是, 施制用银钱买来的仆人, 却可以食, 凡生在她家的人, 也可以食这食物。 施制的女儿, 如嫁给族外人为妻, 不准食, 作献仪的圣物, 但是, 施制的女儿, 如成了寡妇或妃妇, 因没有儿子, 又回到妇家, 如同她年轻时一样, 可以食她父亲的食物。 但是, 任何族外人不得食, 如果一人因不慎而食了圣物, 应常还所食的圣物, 还应另家五分之一, 交予施制。 施制, 不应让以色列子民, 洩毒所献于上主的圣物。 而使他们, 因食自己献的圣物, 付起赔偿的罪债, 因为, 我是使他们, 成圣的上主。 上主分事梅失说, 你告诉雅郎和他的儿子, 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民, 说, 以色列家中或住在以色列中的外方人, 任何人如奉献祭品, 不管是为还愿或出于自愿, 欠给上主作全凡祭的, 应是一只无瑕的公牛, 公面羊或公山羊, 方蒙月纳。 凡身上有残疾的, 你们不应奉献, 因为这样为你们, 决不会获得月纳。 如有人为还愿或出于自愿, 及上主奉献牛羊, 作和平祭品, 应是无瑕的, 方蒙月纳。 身上不应有任何残疾, 眼核的或残废的, 或断肢的, 或患溃扬的, 或生麻疹的, 或掌闲戒的。 这样的生畜, 你们不可献给上主, 任何这样的生畜, 不可放在祭坛上, 献给上主作伙祭。 一腿太长, 或太短的牛或羊, 你可献为自愿祭祭品, 但为还愿, 别不蒙月纳。 此外, 凡高远商坏, 集穗, 破裂, 割去的生畜, 你们不可献给上主, 在你们的地域内, 万不可举行这样的祭献, 也不可由爱帮人手内, 接受这样的生畜, 献给你们的天主作共物。 因为身上残废的, 有缺陷的, 为你们, 不会获得月纳。 上主分善梅失说, 何时牛或绵羊或山羊一生下, 应七天同其母再一起, 至第八天, 作为上主的伙祭祭品, 方蒙月纳。 牛羊及其幼初, 不可在同一日内宰杀。 何时, 你们给上主奉献感恩祭, 应这样奉献, 才获得月纳。 祭肉, 应在当天食完, 不应留到次日早晨。 我是上主, 你们应专守我的命令, 日日依照执行。 我是上主, 不要洩读我的圣名, 叫我在以色列子民中, 尚被尊为圣。 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上主。 是我, 由埃及地, 领你们出来, 为作你们的天主。 我是上主。 第23章 上主分是梅室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 说, 以下是我的节日, 是你们应召集圣会的上主的节日。 六天工作, 但第七天, 应是完全休息的安息日, 应召集圣会。 任何工作都不可做。 在你们任何住处, 这日是应为上主守的安息日。 以下是上主的节日, 你们应依照时期召集圣会。 正月十四日傍晚, 应为上主守如若节。 这月十五日, 应为上主守无敲节。 七天之内, 应食无敲饼。 第一日, 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七天内, 应给上主奉献伙祭。 到第七日, 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上主奉献梅塞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文, 说, 几时, 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方。 在哪里, 一有收获, 应把你们收获的第一束, 交给师祭。 师祭, 应拿这一束行姚礼。 献于上主面前, 好为你们获得月纳。 师祭, 应在安息日的次日行姚礼。 在你们, 拿这一束行姚礼的那一天。 还应给上主献一只一碎无瑕的公高羊, 作传凡祭。 同献的数祭, 应是十分之二握法柔条的细面, 作为众月上主轻香的伙祭。 在家四分之一身酒, 作为殿祭。 直到哪一天, 即直到你们给你们的天主奉献祭品的一天, 你们不可食生墨造的饼, 酵的或新鲜的墨碎。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从你们献墨束行姚礼的安息日的次日起, 应计算整个七星期, 即直到第七个安息日后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那天, 应给上主奉献战身的数祭。 由你们的住处, 带来两个行姚礼的饼, 每个用十分之二握法的发酵世面酵成, 献与上主作初熟之祭。 饼以外, 还应奉献七只一岁无瑕的公高羊, 一头公牛毒和两只公棉羊, 作献与上主的全凡祭。 还有同奉献的数祭和殿祭, 作为众月上主兴香的伙祭。 还应献一只公山羊, 作熟祭祭, 两只一岁的公高羊, 作和平祭。 施祭, 应拿这两只公高羊 和初熟祭的饼, 在上主面前行奉献的姚礼。 这事属于上主的圣物, 应贵于施祭。 在这一日, 你们应召集圣辉, 任何劳工也不可做。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当你们收割你们地内的庄稼时, 你不可割到地边, 受和后剩下的税子, 不可再拾, 应留给穷人和外方人。 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上主分善梅塞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 说, 七月初一, 为你们是完全休息的日子, 应吹号角, 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应给上主献一伙祭。 上主分善梅塞说, 还有七月初十是属罪节, 是你们应召集圣会的日子, 要黑己苦身, 并给上主奉献一伙祭。 这一天, 任何工作都不可做, 因为是属罪祭节, 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 为你们自己行属罪祭。 这一天, 凡不黑己苦身的人, 应由民间铲除。 这一天, 凡做任何工作的人, 我必由民间消灭这人。 任何工作不可做,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在任何住处, 是一永久的法令。 这是你们应完全休息的安息日, 应黑己苦身。 这月初九傍晚, 到次日傍晚, 你们应守这安息日。 上主奉善梅塞说, 你告诉以色列子民, 说, 七月十五日, 是帐篷节, 应为上主举行七天。 第一天, 应召集圣会,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七天之久, 应给上主献火祭。 第八日, 又应召集圣会, 给上主献火祭。 这天是圣大集会的日子, 任何劳工都不可做。 以上是上主的节日, 你们应召集圣会, 照每日的规定, 应给上主献火祭、 传凡祭、 数祭、祭献或殿祭。 此外, 还有在上主的安息日, 你们欠于上主的礼品, 还愿祭或自愿祭。 七月十五日, 你们收了那地方的出产, 应七天举行上主的节旗。 第一天, 和第八天应完全休息。 第一天, 你们应拿着树木结的美果, 棕榈树枝, 叶木的大树枝, 和溪边的柳条。 如此七天之久, 应在上主你们的天主面前, 喜乐。 你们每年, 应七天之久, 举行这上主的节日, 且应在七月举行这节日。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是一永久的法令。 七天之久, 你们应住在帐篷内, 凡以色列公民, 都应住在帐篷内。 好叫你们的后代知道, 当我领以色列子民出来埃及国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帐篷内。 我, 上主, 是你们的天主。 梅室, 就这样给以色列子民宣布了上主的节日。 第24章 上主奋善梅室说, 你吩咐以色列子民, 给你拿由橄榄炸的青油来, 为点灯用。 好叫灯光, 长明, 不息。 亚郎应将这灯, 放在回幕内, 若贵像万外, 自晚上到早晨, 常点在上主面前。 这为你们世世代代, 是永久的法令。 亚郎应把这灯, 放在纯金台上, 在上主面前, 长言不息。 你应拿细面, 敲成十二个饼, 每个是十分之二握法, 将饼排成两行, 六个一行, 共在上主面前的纯金桌上。 每行应灑上纯鱼香, 作为食物, 当献于上主的伙制, 为获得纪念。 每安息日, 应将饼不断地共在上主面前。 这是以色列子民, 因永久的盟约, 而当行的义务。 这些应归亚郎和他的儿子。 他们应在圣地方食, 因为这是上主伙制中自成之物, 是他永享的权利。 当时, 在以色列子民中有一个人, 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 父亲是埃及人。 这以色列女人的儿子, 在营内, 与一个以色列人争吵。 以色列女人的儿子, 就骂涉毒了上主的名。 人们就带他去见梅室。 这人的母亲, 名叫赦洛米特, 是单支派迪贝黎的女儿。 将他看守起来, 等梅室, 依照上主的份令, 给他们处理。 于是, 上主分是梅室说, 李大, 这犯涉毒罪的人到营外去, 凡听见他说涉毒化的人, 到岸手在他头上, 然后令全体会众用石头摘死他。 你应这样告诉以色列子民, 说:"凡涉毒天住的, 应付罪债, 那不被为雅威之名的, 应处死刑。 全体会众应用石头摘死他。 不论外方人或本地人, 若不被为雅威的名, 应处死刑。 凡打死人的, 应处死刑。 凡打死生畜的, 应该赔偿, 以命还命。 人若加害自己的同胞, 他怎样待人, 人也怎样待他。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害了人, 人也怎样害他。 凡打死生畜的, 应该赔偿。 凡打死人的, 应处死刑。 为你们, 不论是外方人或本地人, 只有一样法律。 因为我, 上主是你们的天主。 梅塞这样分事了以色列子民, 他们, 就把这, 犯涉毒罪的人, 大到营外, 用石头摘死。 以色列子民, 传照上主吩咐梅塞的, 做了。 请不吝点赞 。 如你 賣給你的同胞產業 如你 賣給你的同胞產業 二十五章十六節 他 賣給你的 他 賣給你的 二十五章三十二節 得為產業的 城市中的房屋 得為產業的 城市中的房屋 得為產業的 城市中的房屋 二十五章三十三節 在他 得為產業的城市 出賣的房屋 在他 得為產業的城市 出賣的房屋 二十五章五十一節 他 應 依 召 年 數 的 多少 二十六章十三節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二十六章三十四節 那時 地 要 休息 那時 地 要 休息 二十六章三十九節 日戰 衰弱 日戰 衰弱 二十六章四十三節 他們 也 保 屬 自己 的 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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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章四十五節 我 顧 念 他們 我 顧 念 他們 二十七章三十節 或是 樹木 的 果實 或是 樹木 的 果實 二十七章三十三節 都 應 視 為 聖 物 都 應 視 為 聖 物 二十五章 上主 在 西 乃山 奮 視 梅 室 說 你 告訴 以色列子民 說 幾時 你們 進入 了 我 要 賜 給 你們 的 地方 這 地方 將 為 上 主 守 安 息 六年 之內 你 可 播 種 田 地 六年 之內 你 可 修 剪 葡 桃 園 修 獲 其 中 的 出 產 但 到 第 七 年 地 應 完全 休 式 是 上 主 的 安 息 年 你 不 可 播 種 田 地 也 不 可 修 剪 葡 桃 園 便 你 修 獲 後 而 自 然 生 出 的 你 也 不 可 修 割 葡 桃 樹 未 加 修 剪 而 結 的 葡 桃 你 也 不 可 採 窄 是 地 完全 休 式 的 一 年 地 再 休 式 期 而 自 然 生 出 的 可 供 給 你 門 食 即 供 給 你 你 的 瀑 皮 勇 公 和 與 你 同 住 的 客 人 食 地 自 然 生 的 也 可 供 給 你 的 生 畜 和 你 地 中 的 酒 壽 食 你 應 計 算 七 個 安 色 年 即 七 成 七 年 七 個 安 色 年 的 時 期 正 是 四 十 九 年 這 年 七 月 初 十 你 應 吹 號 角 即 在 贖 序 節 日 你 們 應 在 全 國 內 吹 起 號 角 俗 成 第 五 十 年 向 全 國 居民 宣 布 自由 為 你 們 事 一 起 年 人 各 歸 其 祖 業 人 各 返 其 家 庭 第 五 十 年 為 你 們 事 一 起 年 不 可 播 種 自 然 生 出 的 不 可 收 獲 葡 桃 樹 未 家 修 展 而 結 的 葡 桃 不 可 採 窄 因 為 者 是 喜 年 為 你們 應 是 聖 年 你們 只 可 食 田 地 自 然 生 的 在 者 喜 年 內 人 各 歸 其 祖 業 為 此 如 你 賣給 你 的 同 包 產 業 或 由 你 的 同 包 購 買 你們 不 可 彼此 欺 壓 你 應 照 上 次 喜 年 後 的 年 數 由 你 同 包 購 買 他 應 照 收 獲 的 年 數 賣給 你 年 數 越 多 你 越 應 多 付 買 價 年 數 越 少 越 應 少 付 買 價 因 為 他 賣給 你 的 是 物 產 的 數 目 為 此 你們 不 可 彼此 欺 壓 但 應 敬 為 你 的 天 主 因為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你們 應 尊 行 我 的 法 令 尊 守 我 的 規 定 一 一 依 照 執行 好 叫 你們 平 安 地 住 在 這 地 上 地 必 供 給 出 產 使 你們 食 飽 平 安 住 在 地 上 若 你們 追 問 說 到 第 七 年 我們 若 不 能 播 種 又 不 能 收 習 我 們 的 出 產 我們 食 什麼 在 第 六 年 上 我 必 決 定 祝 福 你們 叫 地 有 三 年 的 出 產 你們 在 第 八 年 上 播 種 時 還 食 陳 糧 直 到 第 九 年 直 到 收 割 新 糧 時 還 有 陳 糧 食 土地 不 可 出 賣 而 無 收 回 權 因為 地 是 我 的 你們 為 我 只 是 旅 客 或 住 客 對 你們 所 佔 的 各 地 應 承 應 地 有 屬 回 權 如果 你 的 兄 弟 貧 窮 賣 了 一 分 家 產 他的 至 親 可 來 作 代 屬 人 屬 回 他 兄 弟 所 賣 的 家 產 人 若 沒 有 代 屬 人 幾 時 自己 付 足 了 有 了 足 夠 的 屬 價 當 計算 賣 出 後 的 年 數 將 差 額 還 給 買 主 收 回 自己 的 家 產 如果 他 無 法 獲 得 足 夠 的 屬 價 他 所 賣 的 應 存 於 賣 主 之 手 直 到 喜 年 到了 喜 年 地 應 退 還 賣 主 收 回 自己 的 家 產 若 人 賣 了 一 所 城 場 內 的 住 宅 自 賣 出 後 一 年 內 他 有 屬 回 的 權 利 他 屬 回 的 權 利 為 其 一 年 如果 滿 了 一 年 他 無 有 屬 回 在 城 場 內 的 房 屋 應 貴 買 主 與 其 後 代 再 無 收 回 權 即 使 到了 喜 年 亦 不 應 退 還 但 房 屋 在 無 有 圍 場 的 村 內 應 算 是 田 產 有 屬 回 的 權 利 到了 喜 年 應 該 退 還 至 於 勒 未 人 得 為 產 業 的 城 市 中 的 房 屋 勒 未 人 永 享 有 屬 回 權 如 一 勒 未 人 在 他 得 為 產 業 的 城 市 出 賣 的 房 屋 沒有 屬 回 在 喜 年 仍 可 收 回 因 為 勒 未 城 中 的 房 屋 是 他 們 在 以 色 列 子 民 中 所 得 的 不 動 產 但是 他們 城 外 四 郊 之 地 不 可 變 賣 因 為 是 永 屬 他們 的 產 業 如果 你 的 兄弟 貧 窮 無 力 向 你 還債 你 應 像 代 外 方 人 或 旅 客 一樣 扶 持 他 叫 他 能 與 你 一 起 生活 不 應 向 他 索 取 利 息 或 重 利 但 應 敬 為 你 的 天 主 讓 他 與 你 一 起 生活 與 你 的 兄弟 借 給 他 銀 錢 不 可 取 利 息 借 給 他 糧 食 不 可 索 重 利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我 領 你們 離 開 埃及 地 將 赫 納 罕 地 賜 給 你們 是 為 做 你們 的 天 主 若 你 身 旁 的 兄弟 窮 了 賣 身 給 你 你 不 可 逼 他 奴 作 如 同 奴 帝 一樣 他 在 你 身 旁 應 像 永 公 或 外 僑 給 你 工作 直 到 喜 年 哪 時 他 和 他的 子 女 應 離 開 你 回 本 家 復 歸 其 祖 業 因 為 他們 是 我 的 伯 逆 是 我 有 埃及 地 領 出 來 的 他們 不 能 賣 身 如 同 出 賣 奴 帝 你 不 可 虐 待 他 但 應 敬 為 你 的 天 主 你 須 要 的 奴 匪 應 來 自 你們 四 周 的 民族 由 他 們 中 可 購 買 奴 匪 此 外 可 從 同 你們 住 在 一起 的 外 方 人 中 或 從 他們 在 你們 境內 所 生 的 後 代 子 孫 中 購 買 奴 匪 此 奴 匪 可 成 為 你們 的 產 業 可 將 他們 留 給 你們 的 後 代 子 孫 當 作 永 久 的 產 業 使 他們 奴 作 至 於 你們 的 兄弟 以 色列 子 文 彼此 既是 兄弟 不可 嚴 家 虐 待 若 外 方 人 或 寄 居 在 你 處 的 人 成 了 富 庸 你的 兄弟 反 而 窮 了 欠 他 的 債 而 賣 身 給 寄 居 在 你 處 的 外 方 人 或 外 方 人 家 中 的 後 代 賣 身 以 後 仍 享 有 屬 回 的 權 利 他的 任 何 一個 兄弟 可以 屬 他 他的 宿 白 或 他 宿 白 的 兒子 可以 屬 他 他 家 中 的 任 何 至 親 骨 肉 都 可以 屬 他 如 他 自己 自 父 亦 可 自 屬 他 應 同 購 買 自己 的 人 計算 從 賣 身 給 他 以 後 到 起 年的 年 數 屬 價 應 依 照 年 數 的 多少 並 按 永 公 每 日 的 公 價 決定 如 聖 下 的 年 數 尚 多 他 應 依 照 年 數 的 多少 出 一 部份 屬 價 來 屬 身 如 直 到 起 年 聖 下 的 年 數 不多 應 這樣 計算 依 照 年 數 的 比 例 交 付 屬 價 買 主 對 他 應 賬 每 年 固 的 工 人 他 不 可 當 著 你 虐 待 那 人 如果 那 人 不 能 這樣 屬 身 到 了 起 年 他 可 與 兒 女 自由 離 去 因為 以色列 子民 只 對 我 是 奴 弟 他們 是 我 的 奴 弟 是我 領 他 們 離 開 了 埃及 地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第 26 章 你們 不 可 製造 神 象 亦 不 可 立 雕 象 或 石 柱 在 你們 境 內 亦 不 可 安 自 石 象 工 人 朝 拜 因 為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你們 應 尊 守 我 的 安 息 日 尊 敬 我 的 聖 所 我 是 上 主 如果 你們 履 行 我 的 法 令 尊 守 我 的 命 令 一 一 依 照 執行 我 必 按 時 給 你們 降 下 雨 路 地 必 供 給 出 產 田 野 的 樹 木 必 結 出 果 實 你們 打 和 必 打 到 修 葡 圖 的 時 期 秀 葡 圖 必 收 到 播 種 的 時 期 你們 必 有 食 糧 食 飽 在 境 內 安 居 樂 業 我 必 似 國 內 太 平 你們 歲 下 沒 有 人 驚 妖 我 必 使 境 內 的 猛 獸 消 滅 刀 劍 也 不 侵 入 你們 境 內 你們 追 擊 仇 的 時 他們 必 在 你們 面 前 喪 身 都 下 你們 五 人 要 追 擊 一 百 你們 百 人 要 追 擊 一 萬 你們 的 仇 敵 必 在 你們 面 前 喪 身 都 下 我 必 眷 故 你們 使 你們 繁 值 增 多 我 必 固 守 我 與 你們 所 立 的 盟 約 你們 要 食 狗 床 的 塵 糧 要 清 出 塵 糧 為 住 床 身 糧 我 必 在 你們 中 間 安 置 我 的 住 所 再 不 厭 護 你們 我 必 住 在 你們 中 間 造 你們 的 天 主 你們 造 我 的 百 性 我 上 主 是 你們 的 天 主 是 我 領 你們 出 來了 埃及 地 不 在 造 他 們 的 奴 帝 是 我 打 斷 了 你們 握 上 的 橫 木 令 你們 握 手 前 行 但是 如果 你們 不 聽 從 我 不 則 行 這 一切 命令 如果 你們 棄 絕 我 的 法 令 厭 護 我 的 制度 不 專 行 我 的 一切 命令 而 破 壞 我 的 盟 弱 我 必 要 這樣 與 你們 作 對 使 你們 恐 暴 患 廢 爐 躍 疾 眼目 昏 花 心 靈 潮 水 你們 的 種子 白白 播 眾 因為 你們 的 仇 敵 要 來 食 盡 我 要 板 起 臉 來 與 你們 作 對 你們 必 為 仇 的 激 愧 哪 仇 恨 你們 的 要 壓制 你們 雖 然 沒 有 人 追 趕 你們 也 要 望 風 而 逃 如果 這樣 你們 還 不 聽 從 我 為 了 你們 的 罪 惡 我 必 要 加 重 七 倍 懲 罰 你們 粉 碎 你們 驚 誇 的 力量 使 你們 的 蒼 天 如 鐵 使 你們 的 土地 象 銅 使 你們 百 費 氣 力 地 不 公 給 出 產 田 野 的 樹 木 也 不 結 果 實 如果 你們 還 與 我 作 對 不 願 聽 從 我 我 必 按 照 你們 的 罪 惡 加 重 七 倍 打 擊 你們 使 野 獸 來 傷 害 你們 奪 去 你們 的 子 女 殘 害 你們 的 生 畜 減 你們 的 人 口 使 你們 的 皆 事 變 為 廢 虛 如果 我 用 這些 事 還 不 能 懲 戒 你們 你們 仍 然 與 我 作 對 我 也 要 與 你們 作 對 為了 你們 的 罪 惡 必 要 加 重 七 倍 打 擊 你們 我 必 令 刀 劍 臨 於 你們 為 報復 違背 盲 弱 的 罪 如果 你們 退 入 城市 我 必 使 瘟 疫 內 害 你們 叫 你們 落 在 仇 人 手 內 當 我 給 你們 斷 絕 了 糧 怨 時 十 個 女 人 要 再 一 口 做 上 烤 餅 按 定 量 給 你們 配 給 食 糧 你們 雖 然 食 卻 食 不 飽 如果 這樣 你們 還 不 聽 從 我 仍 然 與 我 作 對 我 必 發 怒 來 與 你們 作 對 為 了 你們 的 罪 惡 我 必 加 重 七 倍 懲 罰 你們 你們 要 食 你們 兒子 的 肉 連 你們 女兒 的 肉 也 要 食 我 必 破 壞 你們 的 憂 壇 撼 到 你們 的 鄉 台 將 你們 的 絲 手 堆 在 你們 的 偶 象 的 絲 手 上 我 必 厭 戶 你們 使 你們 的 城 市 變 為 曠野 聖 所 化 為 廢 墟 不 再 問 你們 祭 品 的 興 香 我 必 使 你們 的 地 化 為 廢 墟 甚 至 你們 的 仇 人 來 居 住 時 還 驚 其 不 矣 我 必 將 你們 分 散 在 各 民 族 中 我要 拔 劍 追 逐 你們 使 你們 的 地 成 為 廢 墟 城 市 變 為 曠野 當 那 地方 變 成 荒 野 而 你們 僑 居 在 仇 人 的 地方 時 這 整 個 的 時 期 哪 地 才 保 上 了 安 式 的 時 候 哪 時 地 要 休 式 保 享 安 式 年 哪 地方 荒 糧 的 整 個 時 期 內 才 得 到 安 式 保 享 你們 居 住 時 在 你們 的 安 式 年 內 未 享 到 的 安 式 至 於 你們 中 殘 存 的 人 我 必 使 他們 在 仇 人 的 地方 膽 佔 心 經 甚至 風 吹 樂 葉 聲 也 把 他們 嚇 跑 逃 跑 有 如 逃 避 刀 劍 雖 然 無 人 追 趕 他們 也 跌 倒 在 地 雖 然 無 人 追 趕 他們 卻 一 人 倒 在 另 一 人 身上 如 面 臨 刀 劍 你們 卻 不 能 抵 擋 你們 的 仇 人 只有 在 各 民 族 中 消 滅 仇 人 的 土地 要 把 你們 吞 下 你們 中 殘 存 的 人 必 為 了 自己 的 罪 惡 在 仇 人 的 地方 日 漸 衰 弱 還 要 為 了 祖 先 的 罪 惡 日 漸 衰 弱 他們 中 必 承 應 自己 的 罪 惡 祖 先 的 罪 惡 對 我 不 忠 與 我 作 對 的 判 役 之 罪 當 我 與 他們 作 對 將 他們 牽 送 到 他們 仇 人 的 地方 以後 他們 未 受 割 殖 的 心 必 會 謙 卑 自 下 要 心 今 情 願 受 罰 贖 贖 我 也 要 賞 起 我 同 雅 國 白 所 結 的 盟 藥 賞 起 同 伊 撒 格 同 雅 巴 朗 所 結 的 盟 藥 也 賞 起 哪 地方 來 但 哪 地方 應 為 他們 所 放 棄 好 在 他們 離 去 地方 荒 無 時 才 能 保 享 安 息 年 同 時 他們 也 保 贖 自己 的 罪 惡 這是 因 為 他們 棄 絕 了 我 的 制度 厭 護 了 我 的 法 令 但是 即 使 這樣 當 他們 留 在 仇 人 的 地方 時 我 仍 不 棄 絕 他們 也 不 厭 護 他們 以 至 消 滅 他們 廢 除 我 與 他們 結 的 盟 藥 因 為 我 上 主 是 他們 的 天 主 我 顧 念 他們 我 還 要 想 起 我 與 他們 的 祖 先 所 結 的 盟 藥 我在 各 民 族 的 眼 前 由 埃及 地 領 出 他們 的 祖 先 來 為 造 他們 的 天 主 我 是 上 主 這 是 上 主 在 西 乃 山 於 自己 和 以 色列 子 民 間 即 梅 失 所 立 的 法 令 制度 和 法 律 第 二十七 章 上 主 份 事 梅 失 說 你 告 訴 以 色列 子 民 說 若 人 以 人 身 許 願 應 將 人 身 的 代 價 獻 給 上 主 由 二十 歲 到 六十 歲 的 男 人 根 據 性 所 的 獻 黑 耳 顧 價 應 是 五十 銀 獻 黑 耳 若 是 女 人 顧 價 應 是 三十 獻 黑 耳 由 五歲 到 二十 歲 若 是 男 性 顧 價 應 是 二十 獻 黑 耳 女 性 為 十 獻 黑 耳 由 一 月 到 五歲 若 是 男 性 顧 價 為 五 銀 獻 黑 耳 若 是 女 性 顧 價 為 三 銀 獻 黑 耳 六十 歲 以上 的 人 若 是 男 性 顧 價 為 十 五 獻 黑 耳 女 性 為 十 獻 黑 耳 但 若 是 人 窮 不能 支付 者 顧 價 應 帶 他 到 師 制 面 前 師 制 顧 定 他的 價 格 師 制 要 按 許願 人 的 財 力 顧 定 價 格 如 所 許 的 是 可 獻 於 上 主 作 祭 品 的 受 類 欠 於 上 主 的 任 何 酒 獸 應 視 為 聖 的 不 可 更 換 不 可 替 代 不 能 以 好 換 壞 或 以 壞 換 好 如 人 拿 了 一 隻 酒 獸 換 另 一 隻 以前 所 許 的 或 以 後 所 換 的 都 應 視 為 聖 的 如 所 許 的 是 一 隻 不 結 不 堪 獻 於 上 主 作 祭 品 的 酒 授 就 應 將 他 牽 到 師 制 前 師 制 顧 定 他的 好 壞 師 制 顧 多少 就是 多少 如 許 願 的 人 願 把 他 贖 回 除 了 師 制 顧 定 的 價 值 外 還 應 加 五 份 之 一 若 人 把 自己 的 房 屋 獻 於 上 主 師 制 應 顧 定 他 的 好 壞 師 制 顧 多少 就是 多少 如 獻 房 屋 的 人 再 願 屬 回 除 顧 定 的 價 值 外 還 應 加 五 份 之 一 房 屋 才 可 歸 他 若 人 將 自己 的 一 部份 田 產 獻 於 上 主 顧 價 應 按 地 負 種 所 須 要 的 數 量 一 賀 墨 以 大 墨 種 子 為 五 十 銀 歇 黑 耳 若 人 由 起 年 起 獻 了 自己 的 田 地 這 個 顧 價 就是 定 價 但 如果 再 起 年 以 後 獻 自己 的 田 地 師 制 應 按 至 起 年 上 餘 的 年 數 給 他 沽 價 把 沽 價 減 低 如 獻 田 地 的 人 再 願 屬 回 除 師 制 固 定 的 價 錢 外 還 應 加 五 份 之 一 田 地 仍 歸 於 他 但 若 他 不 但 沒有 把 田 地 屬 回 反 而 邁 級別 人 不 能 再 屬 回 一 度 起 年 田 地 應 退 還 時 應 獻 於 上 主 當 作 禁 田 貴 於 師 制 成 為 他 的 產 業 若 人 將 自己 買 來 的 田 地 而非 祖 業 獻 於 上 主 師 制 就 應 固 定 者 田 地 直 到 起 年 所有 的 價 值 那 人 應 在 當 天 支 負 你 固 定 的 價 錢 這 事 歸 上 主 的 聖 物 一 度 起 年 這 田 地 應 退 還 給 賣 田 的 人 歸 於 這 塊 田 地 的 原 有 人 一 齊 固 價 都 應 按 聖 所 的 血 黑 耳 一 血 黑 耳 等 於 二 十 格 辣 至 於 投 胎 生 促 既 是 投 胎 應 屬 於 上 主 人 不 能 再 奉 獻 不論 是 牛 是 羊 已 屬 於 上 主 若 是 不 結 生 促 的 投 胎 人 應 照 孤 價 重 毒 人 應 照 孤 價 屬 回 在 家 五 份 之 一 如 不 屬 回 應 照 孤 價 賣 調 凡 照 禁 物 法 獻 於 上 主 之 物 凡 人 所有 的 不論 是 人 或 是 生 促 或 是 一 部份 田 產 便 不 可 便 賣 亦 不 可 屬 回 凡 禁 物 都 是 屬 於 上 主 的 自 誠 之 物 凡 照 禁 物 法 應 處 自 的 人 便 不 可 屬 回 應 將 它 處 死 凡 土 地 的 出 產 或 是 田 地 的 穀 物 或 是 樹 木 的 果 實 十 份 之 一 應 貴 於 上 主 是 獻 於 上 主 的 聖 物 人 若 願 以 把 應 獻 的 十 份 之 一 屬 回 一 部份 除 物 價 外 應 寧 價 五 份 之 一 凡 牛 群 或 羊 群 由 木 同 帳 下 經 過 的 每 第 十 隻 亦 值 全 群 十 份 之 一 應 獻 於 上 主 人 不 應 追 咎 是 好 是 壞 亦 不 可 將 它 更 換 更 換 了 以前 所有 的 或 以 後 所 換 的 都 應 視 為 聖 物 不得 屬 回 這 是 上 主 在 西 乃 山 為 以 色 列 子 民 向 梅 塞 吩咐 的 法 令 對 吩咐的感覺